刚刚在街头碰到一个新的骗局 差点被骗的新家荡产 希望大家都能够引以为戒 出门在外一定要提高警惕 大家好,我是小柱 晚上刚刚约朋友在小吃街来这边来吃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晚上这边人还是挺多的 因为白天太阳很大 晚上的话很多人带着家人带着小孩 到小吃街来逛一逛 来吃小吃 顺便的话可以到这边来玩一玩 因为这个位置仅挨着武汉的长江大桥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场是人山人海 事情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约我朋友晚上到这边来吃东西 然后我们在这边逛了一会儿 然后找了一个能坐的位置 准备坐在那边吃小吃 当时手上还买了有其他的什么喝的 然后吃的小吃 然后刚刚在那边坐的吃 一边吃的时候一边就是聊天 反正还是挺好的 晚上还是挺凉快的 结果没过了差不多十分钟 有一个小姑娘走过来走在我的跟前 她说大哥你能不能给我帮一个忙 当时我看她一眼我又不认识她 我说我不认识你 我说你要我帮什么忙 然后这个小姑娘说大哥事情是这样的 她说我们是刚到这个武汉这边来 然后我就说你能不能帮我忙帮我这个换一个钱 当这个小姑娘收到钱的时候我立马都警惕起来 因为在这个外面的陌生人给你提钱的话肯定是说实话 当时我都是比较紧张的 然后随后的小姑娘说这样的大哥我这个微信呢 我扫一个这个三块五毛钱给你 然后你帮我这个换下钱 然后我说这要怎么换呢 她说我这个微信扫你一个三块五 然后你用毛宝再扫给我 当时我心里想说几块钱吧 然后在外面说实话 哪个人在外面可能都遇到一个难处吗 我想这个小姑娘应该是外地刚到武汉那边旅游 可能换钱想坐公交车还是什么原因吗 我说可以吧 然后我就拿出手机 然后他就是微信扫了三块五 然后扫完之后我立马从口袋来摸了一下 然后口袋刚好有一个十块钱 我说这十块钱给你吧 你就不用找我了 在这个时候这个小姑娘说大哥是这样的 他说我不要现金 我说我给你十块钱吧 你再扫了三块五 剩下钱我也不用你找了 我说出门在外面也不容易 剩下的钱你随便买什么东西都可以 然后这个小姑娘死活他都不同意 他说我不要现金 我说为什么呢 我说你不是要坐车吗 这个现金你可以拿去买东西 可以把这个钱换开 因为我也没有一块两块的给你 我说你要坐车就换开 然后在这个时候的小姑娘大哥是这样的 我不是坐车 我这个微信扫了三块五给你 然后你那个支付宝再扫给我 因为我华贝马上有余期了 再不还的话可能有影响我这个信誉 以后坐车可能我都会麻烦了 他这样说的话当时我也可以理解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街上是不是人山 好多人了 说实话这个街都是卖这个小吃的 小吃是挺多的 所有的朋友们有时间到武汉 可以到这边来吃小吃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 在这个时候他说 你用毛宝扫给我的时候 当时我心里想着说也可以 因为小姑娘蛮诚实的说 她知我要余期 我们大家都知道余期的话 这真心不好坐车是麻烦 然后我说可以 我说那你把这个码给我扫给你 然后这个美女就立马把手机掏出来 她的码好像是提前已经打开的 然后我正准备用手机扫的时候 我看到她码不一样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经常在外面买东西付款 然后这个珠宝的码我也是知道的 当时我说 我说美女 我说你跟码怎么不一样 跟我们这个码都不一样 然后她小姑娘说 没有是一样的 她说可能是你的还没有升级 然后当时我又看了一下 她码确实是不一样 在这个时候我就警惕起来了 因为我脑子当时赚了一下 我就想到之前在网上看到 一些诈骗的一些骗局 当时我说算了 我说我忘记了 我说我珠宝里面没有钱 要么我这十块钱给你 要么我就还把刚才那个微信钱退给你 然后在这个时候 这个美女说 大哥你就帮帮忙吗 我们迷地过来的不容易 反正一直在那说 我说真的是我没有钱 然后小姑娘听完之后 看我这个态度这么强硬 不给她扫 她就立马这个 就是换了一副嘴脸 立马就说 好吧好吧 然后那你把这个钱退给我吧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很不耐烦的 当时我把钱立马退给她 她就扭头就走了 她走了之后 我是越想越不对劲啊 然后跟我在一起吃饭 我朋友也感觉是有猫腻 然后我们正准备的时候 然后这个饭店老板就说 最近呢 他说今天呢 有好几个这个小姑娘 在这边用这样的方式 找人换钱 不过都还没有得手 然后我回去之后 我就越想越不对劲 我就赶快给我一个朋友打电话 全制服的朋友打电话 我朋友说 幸好你没有扫她最近全国出现了很多这种这个诈骗 如果当时你扫她的门的话 她的门是植入有病毒的 然后你扫之后的话 她就可以套取你个人的信息 把你银行卡的钱都给你转跑了 说实话 现在想想的话 我也是后备在发量 如果当时扫的话 如果说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真的是会骗得被倾家当下 所以在这提醒大家 在外面的时候 帮忙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 有的忙是可以帮 有的忙是不能帮的 大家一定要有分辨这个能力 能帮的咱们尽量帮 但像这种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 好了 以上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